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打开一看 原来是我的小女儿和小女婿 以我逗我小外甥的相片做封面 挑选了小外甥的精彩照片 定制成精美的照相册 这份礼物当然让我十分的开心 我的好太太比我更开心 我们两个人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那我们尤其是为我们的小女儿和女婿开心 因为她们为了想要有小孩 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等候 也好几次的挫败和伤心 那去年我的小女儿好不容易又怀孕了 而且一路盟足的保守 预产期是去年底的12月25日 我们两个人12月22日参加教会的联合圣诞崇拜之后 23号飞去Boston 我们心里想我们待到一月底 换成我的女婿的爸妈来接手 应该是很好的安排 没想到预产期过了十多天 这个小家伙还不出来 医生后来让我小女儿住进医院 用药催生 催残 催了超过正常的时间 还是不出来 医生们还得开会 然后决定换药再催 那我女婿的父母 哥哥 姐姐 还有我这边 我妈妈 我姐姐 我哥哥 我大女儿 天天都在等好消息 但拖了时间超过预期太久 大家都是哎呀 好想关心 又不敢过度关心 好在 大家都是信主的 我们都照着圣经的教导 以祷告来取代焦虑 终于 我的小女儿 平平安安地生下宝宝 盟主的保守小外甥很健康 而且她出来与大家见面的日子 还刚好是我和我的好太太的 结婚纪念日 那在这个宝宝没有出生前 我的女儿女婿对于照顾宝宝 读过书 上过课 他们还买了最近几年 才最新发明 这个能够配合宝宝的反应 自动摇晃来帮宝宝 重新入睡的床 所以他们两个人 小孩子没有诞生之前 信心满满 但等到小宝宝回家之后 一再地出现状况 让他们原先以为管用的方法 全都不管用 尤其在夜里 他们的身体疲惫 实在需要好好休息 却一再地被吵醒 非常的折腾 老后不知道能怎么办 那感谢神 虽然我们两个也很累啊 每天真的是到了晚上九点就不行了 但是白天的时候 我的太太能够帮忙烧菜 我能够帮忙照顾小外孙 还有他们家两只高龄的狗 一只还眼瞎了 还有这个失忆症 每一两小时得要去小便一次 我们反正一起帮忙 帮他们撑过了头两个多礼拜 我们要回奥斯尼的前一天晚上 小女儿和女婿 特别请我 为他们祷告 我祷告的时候 小女儿就哭出来了 我想到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深深地体会 为人父母 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并不是像他们 早先以为的那么容易 我一再地鼓励他们 再怎么样辛苦 要记得 这还是有盼望的 果然不久 他们的情形就开始渐渐改善 而且像稻吃甘蔗一样 哇 越吃 越来越甜美 我们看到他们这个 以儿子为乐的程度越来越高 我和我的好太太 每天晚上睡前 为孩子们的祷告 特别为小女儿小女婿的祷告 就变成求主保守他们 不要落入陷阱 变成爱孩子 胜过爱神 我想有的人可能会很纳闷 为什么要这样祷告 但这是神曾经提醒我 引导我自己做过的祷告 三十多年前 我和我的好太太也是结婚 四年多了都没有孩子 还去看医生 后来大女儿终于出生了 我开心啊 兴奋啊 天天怎么看都觉得 自己的女儿是特别漂亮 可爱的小公主 然后她又特别的机灵 有反应 就带给我极大的满足和喜乐 有一天 当我正在陶醉在 享受一个宝贝女儿的快乐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 圣灵借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所记载耶稣与彼得的一段对话 来提醒我 我爱我的女儿 比爱主更多吗 如果有一天 主呼召我付代价去侍奉神 我会不会因为舍不得 让女儿一起付代价 就无法回应神的呼召呢 那天在神的提醒之下 我向神做了一个非常认真的祷告 如今回头看 我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那天的祷告 如何影响 改变了我和我的一家 过去三十一年所走的路 而我确知 我们还因此蒙受了特别大的福分 请大家打开创世纪的二十二章 虽然我们现在要一起朗读的 只是其中的几节 但是我们今天看的不只是二十二章 全章 我们也会看亚伯拉罕一生的十二章 韩国亚伯拉罕一生的从十二章 一直到二十五章 所以请大家尽量把圣经拿在手边 那我们现在同声来读二十二章的十六到十八节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责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今天是父亲节 我想透过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的故事 与大家一同来看 我们能如何像亚伯拉罕一样 自己蒙神赐大福 也让我们的儿女蒙神赐大福 那创世记里面对亚伯拉罕的记载 主要集中在十二章到二十五章 而二十二章可以说是那关键性的高峰 从这十几章的圣经记载里面 我觉得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至少三方面的好榜样 是让他自己蒙福 也让他的儿子以撒蒙福的关键 首先是亚伯拉罕爱他的妻子撒拉 到老到死都不离不弃 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 亚伯拉罕和撒拉与我们一样 都不是完全的人 神把他们犯过的一些错误 照样记载在圣经里 但是不少学者在研究圣经里面 提到的一些夫妻的时候 都同意两件事 第一 亚伯拉罕与撒拉 是圣经里提到的夫妻当中 资料最丰富最详细的一对 第二 虽然他们两个人各有瑕疵 他们的夫妻之情 在好几方面都有难能可贵之处 值得现代的夫妻羡慕 那因为是父亲节 我就从亚伯拉罕的妻子 以及他孩子的角度 来看亚伯拉罕 创世纪十一章的末了 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妻子 本名叫撒来 撒来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那从其他的经文知道 撒来小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十岁 在十二章 亚伯拉罕回应神的呼召 离开本族富家的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七十五岁 但他依然带着他那个六十五岁 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的撒来 不但带着撒来 他那时候也没有再娶妻纳妾 那亚伯拉罕想不想要有个 自己的孩子呢 从十五章的记载可以看到 他非常想要有个儿子 当神应许说 要大大赏赐他的时候 亚伯拉罕对神说 我既无子 你还吃我什么呢 从此可见 没有儿子是亚伯拉罕的一大失望 但他只向神发牢收 在圣经当中 没有任何蛛丝马鸡显示 亚伯拉罕因此嫌弃上来 怪罪上来 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很多做丈夫的 好好思想 认真改进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类似这样的事情 其实自己已经很伤心 甚至自卑 感到羞辱 却毫无能力去改变的时候 丈夫的态度至关重要 丈夫给她的是接纳安慰鼓励 还是加多一层的伤害 否定 嫌弃 论断 指责 我在做婚前辅导 或者是婚姻辅导的时候 常常会提到 吵架实践 大家要知道 吵架是可以有很高正面价值的 其中一种沟通方式 但是要小心避免 十方面常见的大错 那其中一个要避免的 就是去说 对方无法改变的事实 尤其是对方本就已经感到 很自卑的弱点 不但不应该说 反而要格外的体贴 让对方感受到 丈夫真诚的接纳和爱护 好到了十六章 亚伯拉罕 纳了下甲为妾 这件事情 当然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错误 不是榜样 但是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完全是撒来诸道 不但是他想以人的方法 来帮忙成就神的应许 也是撒来希望 亚伯拉罕用这个方式 来解决撒来多年以来的遗憾 那亚伯拉罕所纳的妾 不是随从自己的喜好 去挑个年轻貌美的 而是照着撒来的要求 与撒来的使女同房 为的是让撒来 可以借着使女来得个孩子 使女下甲才怀了孕 就得意忘形 轻看撒来 撒来受委屈 要求老公主持公道 在这时候 亚伯拉罕允许撒来 随意带撒来 结果这个撒来就苦带撒来 甚至逼到撒来要逃跑 撒来后来顺从神的带领 他又回去服侍在撒来的手下 后来也生了个儿子 以石马力 到了十七章 神要把撒来改名做撒拉 而且指明说 从撒拉生的儿子 才是神所应许 神要坚立所立之约的后裔 到了二十一章 撒拉果然神迹性的 在九十高龄的时候 生下了以撒 这个以撒断奶 亚伯拉罕摆设宴席庆祝的时候 夏甲索身 那个时候年纪已经至少有十五岁以上的 以石马力 做了一件让撒拉很不高兴的事情 中文圣经翻得细笑 英文圣经翻作Mocking 学者们都同意 这是以石马力带着恶意 以及攻击性的一个嘲笑 这个撒拉一气之下 就要求亚伯拉罕 把夏甲 以及他的儿子以石马力赶出去 亚伯拉罕心中很为难 但是结果神给了他相当特别的指示 他就听从了撒拉的要求 无论是十六章或者是二十一章 亚伯拉罕以及撒拉对夏甲所做的事 绝对有可疑之处 我们在这里不必刻意为他们辩护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对于已经跟了亚伯拉罕几十年 已经到了老阿嬷高龄的妻子撒拉而言 这个亚伯拉罕几十年来 始终顾念与他的夫妻之情 没有洗心厌旧 没有抛弃他以别人来替代的打算 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 阿拉基书说 神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 所以我们当谨守我们的心 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取的妻 修妻的事以及强暴待妻的人 都是神所恨恶的 我们知道很多的男人 包括不少今日众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弟兄 都在这一点上得罪了妻子 也得罪了神 相对之下 亚伯拉罕的表现是很少男人做得到的 创世纪二十三章记载 撒拉活到一百二十七岁过世 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 然后到了二十四章第一节 圣经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 这句话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注意 特别做了分析研究 因为早在那个之前 已经有好多处经文都已经说亚伯拉罕老了 的确 撒拉死的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一百三十七岁了 早在那几十年前 亚伯拉罕自己都说自己老了 我们参考这里NIB的英文翻译 Abraham was now old and well advanced in years 学生们认为 这句话代表着撒拉的过世 带给亚伯拉罕极大的失落 让他真的就好像一夜之间 变苍老了许多 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回想起 我跟我的好太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她才十八岁 我才十九岁 两个人对爱情抱着很完美的理想 心中想的真的是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我后来成为牧师在主持婚礼 带着男女双方交换婚姻试约的时候 我常常不只是看着新郎新娘立约 我自己也在心中再一次在神面前 坚立我对妻子的承诺 我不只是求神赐福新郎新娘的婚姻 我也求神继续保守赐福 我与我的好太太的婚姻 老实说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纪 能够跟结了婚几十年的老伴 相依相随 彼此知心 享受在一起的时间 真的是一个十分幸福 值得特别感恩的事 当然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一些 比我还长几十岁 还更加恩爱的一些夫妻 比如说一个星期前 我们为八十岁回天家的罗大臣弟兄 举办追思礼拜 我想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她跟沈欣六姊妹几十年的爱情 真的是恩爱夫妻的模范 我们很少人意识到 美好的夫妻关系 对我们自己的儿女有多重要 影响会有多深远 我在牧养大学生的期间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些年轻学生最害怕 最痛苦 最不知所措的 不是学业上的挫折 甚至也不是谈恋爱感情上的挫折 而是自己的父母关系不和谐 从正面来说 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福分之一 就是夫妻真诚的相爱 很多人都以为 哎呀 顺其自然 就会有美好的婚姻 但是我非常的希望 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一定要牢记 婚姻就像一个花园 你要有百花盛开 赏心悦目的花园 一定需要园丁 用心的去爱护照顾 有一个白人的女孩 我们家二十多年前 才刚搬到那个大学城 她就跟我当时才八岁的大女儿 成为最好的朋友 她常常来我们家玩 我大女儿也常常去她们家玩 她的父母亲人品都非常好 但人亲切有理 而且她们是非常负责 非常关心儿女的 好爸爸 好妈妈 也是所有学生家长当中 跟我们家最熟的 但是我大女儿读高中的时候 有一天 这个白人小女孩 伤心欲绝地 说她的爸妈要离婚了 这件事情 我们很震惊 这个白人女孩和她的哥哥 更是震惊 因为她的爸妈两个人 都完全没有外遇 也不曾有过什么激烈的争吵啊 后来她们也像很多美国的夫妇一样 而离婚之后还维持和平 能够心平气和地礼貌交谈 但是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 其实当那个小女孩 刚刚听到爸妈要决定离婚的那一天 她就告诉我的大女儿 她心中的痛苦 就好像整个世界突然崩溃 被垮下来一样 然后之后的一两年 女孩表面维持正常 完成高中的学业 但她内心开始有了忧郁症 她大学期间 忧郁症一度严重到 她必须特别跑到我大女儿的学校 跟我大女儿住几天 即使如此 她后来还是不得不休学一段时间 那这个女孩所遭遇的 让我们夫妻两个 也让我们的两个女儿 都特别强烈地感受到 夫妻之间有和谐 相亲相爱的关系 对儿女是一个何等大的福分 然后我们也从这个小女孩的 爸妈的实力看得到 如果没有向负责任的园丁 细心去照顾那个花园 连他们这两位脾气特别好的人 后来都落到爱情消失各奔东西的地步 所以弟兄们 为了让你自己蒙福 也让你的孩子蒙福 请你一定要做一个 请你要立志 今天现在就跟神祷告 立志 要做个负责任的园丁 好好花时间心血 像爱护花朵一样 爱你的妻子 你要一生持续不断的细心经营 建造你的婚姻 让他能够成为带给你自己 你的配偶 你的儿女 全家幸福快乐的美丽花园 亚伯拉罕自己蒙福 也让儿子蒙福的第二大方面 是他的 他是一位儿子信任的父亲 我们多数人都熟悉 创世纪二十二章 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以撒年纪究竟多大 圣经没有明讲 虽然经文中称以撒是童子 学者们研究后指出 童子这个词 在圣经里面指的不一定是小孩 这个词甚至也用在 已经不怎么年轻的人身上 但是从第六节看来 以撒不仅自己能跟着爸爸一起走 他还能够背着现番纪的柴 爬坡上山 所以多数学者的推断 这个岁数呢 大概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 就算是低到十岁或者是八岁九岁吧 那个年纪的孩子应该也不会傻到 被摆在献祭的柴堆上 被爸爸捆起来 都还不知道自己就要被杀了 我们家每周是固定有家庭崇拜 在两个女儿小的时候 我们当然用的是比较合适孩子 生动活泼的方式 后来他们两个都离家上大学之后 有一次我们全家团聚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提起 他们提起 我一开始半信半疑 后来还想起来真有这件事情 就是老大读一年级 老二还在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次在家庭崇拜当中 我就用演戏的方式 带他们查《创世纪》二十二章 然后他们两个都记得 那时候我让我的老大 躺在桌子上 把他绑起来 然后假装要杀他的那一幕 连我那时候五六岁的两个女儿 在演戏的情形之下 都感受到那个时刻的恐怖 以撒会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从第七节以撒所提出的问题 可以看到 他其实已经意识到 要献祭 却没有带献祭的羊羔 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事 所以学者们都同意 唯一能够解释 这个以撒会乖乖躺在 献祭的柴堆上的原因 而接受父亲的捆绑 是他对父亲 有高度的信任 而如此高程度的信任 在那个 是不会在那个 就突然在那个时刻发生的 一定会需要 父亲在平日的生活当中 与孩子有相当多时间的相处 也有相当多的互动 甚至更要有足够特殊的时刻 能够让孩子体会到 知道 就算自己心中害怕 父亲对自己说的话 是可以信任的 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当中 也许从孩子 小的时候学走路 学习单车 学游泳 学开车 都是孩子害怕的时候 父亲能够给予 关键帮助的时刻 今天我们稍后 会从儿童事工 所制作的录像里面 看到孩子们眼中的父亲 孩子们都很单纯 孩子们都很渴望得到父亲的爱 所以父亲做得再怎么不够 只要做了一点点 在你孩子的心目当中 都有极高的价值 我真的劝家中还有小小孩的父亲们 好好珍惜 你现在还有的机会 很多现在占据你很多时间的事情 其实没有那么紧急 更没有那么重要 但你的孩子 在你的孩子离家上大学之前 还跟你天天住在一起的日子 是相当有限的 你不要以为孩子还小 机会还多得很 时间真的会一晃眼 就过去了 我记得当初我们夫妻 送我的小女儿去Boston读书的那一天 有一些到了学校 帮她安顿好 她很傻 她说不需要我们多陪 那我们两个也很傻 突然就放心开车回家了 那时我还想起 哎呀我在大学生服饰 每年都开了好多家长送新生来 到了分别的时候 要么是新生哭 要么是家长哭 我有时候心动都觉得很好笑 比较起来 哎呀我们家美美表现多好啊 我们夫妻两个的表现更是洒脱 谁知道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 越开越不对劲 两个人开始有强烈的失落感 后来开到虽然离家只剩下一个小时的车程了 我两个情绪激动到实在开不下去 得临时找一家小餐厅吃个晚饭 情绪缓一缓才能够继续开 一回到家 两个人不由自主的就走到女儿的房间 然后突然意识到 两个女儿天天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 已经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去 我的老婆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是当时没有大哭啊 但是后来每天晚饭之后 我就忍不住拿起我们家一本本的照相簿 从女儿们出生的第一天 一本接一本的看 后来等到我太太提醒我才注意到 我这样持续了大概一两个礼拜 我不只是劝父亲们 好好珍惜孩子还住在家里的时间 你更要记得 如果你希望在你的孩子的一生当中 你永远是他们特别信任的人 这个信任的关系 最自然也最有可能建立坚固基础的机会 是他们还跟你天天住在一起的时间 我跟大家提过 我因为在大学层看多了 很多家长跟学生互动的各种例子 所以在我的两个女儿离家上大学之前 我们就跟他们讲好 我们做爸妈的做了个决定 我们不会打电话给他们 他们什么时候方便 什么时候想跟我们说话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们 那这个原则对我们 以及对我们两个女儿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安排 如今他们都已经年过三十了 依然如此 那我的母亲呢 这几年通过她的观察 她多次跟我说 嘿 你的两个女儿 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你们讲 各样的决定 还会主动的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们真值得感恩 的确我和我的好太太 真的为此十分感恩 我知道对女儿们来说 有她们高度信任的父母 随时有事都可以请我们祷告 请我们帮忙想想 请我们帮忙出一些意见 对她们来说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那对我们来说 女儿如此信任我们 也让我们感到特别的幸福 特别的感恩 所以我诚恳的盼望 教会里所有的家庭 父母 儿女 都能够享受 都能够一生享受 如此的福分 趁着还有机会 与孩子建立 那更深的信任关系 这个绝对会让你们彼此 一生都更加的蒙古 那在这里顺便做个广告 我们教会的家庭事工 会在7月11以及8月8号 提供两次亲子教育的研讨会 那7月11号的主题是 以爱的语言与孩童沟通 希望家长们不要错过 好 亚伯拉罕让自己 也让孩子蒙福的第三大方面 是他带着孩子来敬拜神 圣经明说 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 是像考试一样 借此试验亚伯拉罕 试验什么呢 经文里面没有明说 但是从记载的内容 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 可以看得到考验的重点 是在于对神的信靠与顺服 那我想特别分享的是 我有一次在研读创世纪22章的时候 有几件事情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就是有两个我们基督徒 经常挂在口中的字 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字数 多到难以生数的 竟然他们第一次的出现 都是在创世纪22章 这就让我们在看这个创世纪22章的 试验的时候 就多了两个极具属灵意义的角度 第一个是谁是你的最爱 神称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 这是爱这个希伯来字 在全本圣经当中的第一次出现 有谁不爱自己的儿子 以撒更是亚伯拉罕一百岁才得到的儿子 绝对是心肝宝贝 但他爱以撒过于爱什么 第二个是敬拜 亚伯拉罕对仆人说 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 这也是敬拜这个希伯来字 在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 当然大家应该听过不止一次 在圣经当中敬拜与侍奉是同意的 真正的敬拜与侍奉 是愿意把最爱最宝贝的献上 二十年前我第二次带着教会一群人 去参加华人猜传大会 那次有一位世界知名的讲员 借着历代志上二十一章 关于大卫的一段记载 讲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 很容易谨记在心的话 他说 It's not true worship If it costs you nothing 如果你什么代价都不付 那不是真敬拜 这句话讲的不只是为宣教付代价 而是适用于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生活 如果一位父亲天天说太忙啊 忙到没有时间读圣经啊 没有时间固定参加聚会啊 但是却有时间在网上看东看西啊 或者花时间做这个做那个啊 孩子不会在父亲的身上看到真敬拜 亚伯拉罕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他是一个设立祭坛的人 他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总是把祖坛列为优先做的事 那从二十二章的第七节看来 以撒对于献祭有相当清楚 相当正确的观念 想必是通过从小亲眼所见 甚至一同参与的家庭生活里面 献祭成为他所熟悉的事情 几年前我在另外一篇讲道的时候 曾经分享过 我相信上过摩利亚山顶的亚伯拉罕 绝对与从来没有上过山顶的亚伯拉罕 大不相同 而神的预备 就好像亚伯拉罕在山的这一边 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时候 神也让神所预备的 替代以撒的那个羊羔 也在山的这一边一步一步往上 如果没有走完 抵达山顶的那最后一步 亚伯拉罕永远不会知道 神是耶和华以乐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但他走到了顶峰 他就对神有了早先难以有的经历及认识 所以今天我邀请父亲们 一起思想这件事情 除了对亚伯拉罕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个父亲节的主日 神是盼望我们每一位 都能够做父亲的 都能够做个让自己 也让我们的孩子都蒙神赐大福 你愿意吗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谢谢主 把孩子赐给我们 把这个为人 父的尊贵身份 赐给我们 所以在这个身份 有我们的使命 也是最能够让我们 成为蒙神赐大福的人的一件事情 求此让我们 不是这篇道 听过以后就算了 真是求主圣灵在此时感动 很多做父亲的 趁着还有机会 做一个认真的祷告 做一个认真的礼制 我们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现实 一个多礼拜前 光言团契 为了罗大人弟兄的追思礼拜 他们特别做了一个video 一个录像现实